而那个通道应该就是木道 经过仔细的看看 任强峰初步探得木道的最深处 距离地面约有18米 18米深的木道 再加上往下延伸4米的墓室 也就是说这座墓葬的最深处 距离地面有22米 这就相当于往下挖了一个七层楼的高度 这个深度让从事了20多年考古工作的人像红 又惊又喜 照理说这座墓的规模如此宏大 规格一定也低不了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 那这座情理呢 这个国内很解 应当时都比较强确图的 那么就是两国 两国 外边一个国 外边还有一个国 那么两个国呢 之前呢 还有空间 那边一个空间 背面空间 东边西边 还有空间的 我们呢 把这个情况叫什么呢 叫做边形 这个两个上面的 两个关国之间 这空间是比较大的 那么另一个边形 那边的 都是什么呢 都是非常平的 这关国的情况 黑影集是非常清楚的 果然 在两层国板之间的编细里 考古队员 清理出大量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 制作精良 造型优美 实说难得 但可惜的是 在仔细研究了 每一件铜器之后 任向宏 依旧没有找到 关于墓主人的 任何信息 清理完 外层的果之后 考古队员 开始清理 内层的棺 细心的工作人员 在泥土中 发现了漆皮 这是从 早已朽掉的 棺木上脱落的 在玻璃棺木的过程中 任向宏 根据泥土中 一层又一层的漆皮 来判断 到底有几层棺木 结果您猜怎么着 这竟然是 三棺两骨 两重骨 三重关 这正是 汉代王入葬的规格 至此 明翔弘 终于敢拍着胸脯下结论 他的推断 没错 这 就 好 好 好